淡水之行和台南之行 何以一北一南 打出一个旗开得胜的局面 就是因为这些新的人马 和创业部队加入的关系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们看到选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现在是剩下整整40天左右 那么看看国民党跟民党的刺杀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 他简直那就是已经是白刀进 红刀子出的阶段了 而过去本来大家传言 赵少康先生是只负责在北台湾 结果我们看到 本周开始赵先生不但接受防卫以外 他还到台南去 大家以为台南只是民进党的大本营吗 事实上不止 赵先生他可是台南长大的 很重要他是台南长大的 也就是说他本来在高中以前都在台南十年 所以他对台南非常熟悉 而且他也可以讲台南强的闽南语 这一点是很少人知道的 所以他回到台南去是有他一定的道理 也就是说从台南也是民进党的认为 他们最坚固的票源区从那里开发 而赵先生既然是老台南人 他就可以从台南也挖到一些选票 因为有一句话说人不亲土亲嘛 虽然他是外省级 但是他从小可是在台南长大 而且他基本上可以说从一岁起就在台南长大 也就是说他光是在台南可能就住了将近有20个年头 虽然他后头是在北部发展 但台南终究是他台湾而且唯一的故乡 那么在台南的耕耘有没有效呢 当然有效 因为台南的投票率很低 台南如果多出两层的投票呢 那么这两层的力量当然对于整个大选是有帮助的 过去台南呢 由于长期是绿营执政 所以啊 很多蓝军的票呢 干脆不出来 因为既然投不赢 那不然就不投了吧 而且啊 蓝军到后来派出来人马呢 也常常非常的虚弱 这回呢 有了赵上康加入 而且还有侯宇宇他自己也是台南隔壁的 这个嘉义人 因为嘉义跟台南就连着啊 所以嘉南一带啊 大家知道他们以前啊叫做嘉南平原 还有一个呢 是有一个重要的水利工程叫嘉南大郡 那么指的都是嘉义台南 既然啊台南有这样的与嘉义的地缘关系 那么一个嘉义人 一个老台南人 合起来回嘉义 去把票给挖出来 很自然是一个漂亮的出击 所以这就打破了 赵先生只是负责北部 所谓的北部呢 常常讲的是双北市 在家桃源和基隆 顶多啊在家新竹 而你看从新竹一直到台南 这跨度实在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呢再看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 在台南的时候你反而啊 不太见到有韩国瑜的中影 因为本来是韩国要负责左水溪以南啊 但是啊仔细一瞧眼睛一戴 你会发现韩国瑜啊 在本周六已经到了淡水 也就是韩国瑜 小少航和侯友一样 他们都同样到了新北市的淡水区去站台了 因为淡水这个地方啊 他有著名的渔人码头 而且啊淡水河口就在这里啊 他的出海口就在这边 而他们的造势地点呢 就在淡水捷银站旁 其实就在出海口堂 这也是整个淡水最热闹的地方 意思是什么了 因为何博文他自己是媒体出身 又干过议员 他从很久以前啊 就已经在媒体上面了 长期的当名嘴 他名嘴时期啊 恐怕加重起来二十年都有 这么样一个老资格 而且大家都叫了出名字的何博文呢 你想竞争起来一定十分的有力 所以啊 国民党三大天王呢 就请朝而出到淡水而来了 这回大家可以看出来 显然啊 只把赵刀康放在北部 而把韩国瑜放在南部 这个想法呢 并不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 他们事实上是因着各个选区的情况 而做调整 也就是不管赵先生 或者是洪友宜或者是韩国瑜 他们呢 所有的站台呢 是按照每一个地方的属性和需要 以及他们的时间的档期 是否容许而做的一个宏观调配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是全台 特别是从台北到屏东 在那边大家经过台南高雄 这一系列的整个西部暗线呢 是他们整个站台的重中之重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每个时候的站台 你需要有人潮 也就是说人啊 必须要聚集那才行 那么人如果不聚集 或者人稀稀 如果这个站台的效果啊 就会变差 而且呢 可能会产生候选人的反效果 也就是说 即便去站台的人 他只是去站台 可是下头人太少的话 也会影响 这个去帮忙站台的人的声势 所以看起来 他们确实是经过周延的计划了 那么这就打破了 说赵先生只是在媒体上上节目 当然不然 因为光是一个站台 他的来回加上车程 大概就至少至少需要三个小时以上 因为啊 这个车程啊 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 所以彼此之间的互动 他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调配 他们的整个竞选总部呢 必须把每一个人的时间啊 好好的精密计算 而且台北因为很容易堵车 所以路上时间到底要怎么算 其实并不容易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一件事哦 因为啊 他们有些时候还得坐高铁 因为高铁还有班次上的问题 有些时候甚至来不及赶上最后班次 回到台北 或者是赶不上某些班次到南部去 因为这些时间啊 你都得点对点地计算 而从选举场合到高铁站 或者是到高速公路 这些时间其实都不好计算 所以他们的安排的行程人员 显然也都已经做了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调配了 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知道 侯友宜的竞选总部呢 已经不再是过去邮金补充控制的 那样的一个只是为了媒体发言而做经营的形态 现在应该啊 是包含赵先生的人马 还有韩安顾约人马 都已经到集园总部里面去 各自负责他们所形成的链接区块了 这个链接区块在未来的30多天 会不会再发挥加成 或者是好几倍数的关键作用呢 我认为一定会 因为光看他们的桃花榜单 可以这么迅速的端出来 就已经知道 他们竞选总部里面的企划文宣 还有编辑 已经和前面大不相同了 所以侯友宜 他现在所拥有的力量 那就不只是侯友宜 而是整个国民党里面 战斗栏里面 最主要的核心力量 这个核心力量还包含战斗栏 他们自己所拥有事业里面的 相关人马精锐部队 也都加入其中了 淡水之行和台南之行 何以一北一南 打出一个旗开得胜的局面 就是因为这些新的人马 和创业部队加入的关系 感谢你的收看